继续来关注本周的体谈动态 我是今天的主播蓝铭勇为 邀请到资深主播雅里哥 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体育 雅里哥好 小雅好 大家好 好 那来关心到本周的赛事 最重要就是看到在台湾 也就是在台北举办的羽球赛事 当然我们的台湾一姐 戴姿瘾也有出赛 表现也不错 轻轻松松 第一战22分钟 20分钟就闯到了八强 不知道雅里哥怎么看下小戴的表现 我们知道中华台北 它是属于一个超级300的一个系列赛 奖金并不算高 积分也并不算多 所以这一次来台湾的 并不会有很多的一个高手 那当然这也是我们地主球员 可以把奖杯留在国内的一个好的机会 没错 可以看到 就是对于这个小戴来说 的确两场比赛都蛮轻松的 就花了不到22分 就这样直接闯进来 预计应该是没有意外的话 有机会可以再挑战 这个个人的再一次的女单冠军 那包含到刚才雅里哥所说的 周天辰以及王子维 目前都进行 那周天辰比较惊险的是 都是三局 还打三局 打得很惊险 不过最后还是展现台湾一哥的气势 只不过王子维跟周天辰两位选手 雅里哥怎么看 那周天辰跟戴志颖一样 过去在中华台北公开赛 都拿下过三次的冠军了 那王子维过去还没有在 中华台北公开赛 拿下冠军过 最好是打进到决赛 那当然子维 我们知道他六月份的时候 是COVID-19的一个确诊 那不过他整个回来之后 整个调整的状况都还蛮不错的 你看他这一次前面两关 那都是直洛尔 那第一场比赛是 面对印尼的对手 第二场比赛 面对马来西亚的一个 青年好手 都是直洛尔过关 周天辰就相对的比较辛苦 周天辰第一场比赛 面对吕嘉宏 那结果是一场三局大战 那第二场比赛 面对印度的乔治 也是打了三局 周天辰说 我也不想让 合兵管的这球迷心脏这么紧张 可是没有办法 比赛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还好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对啊没有错可以看到 虽然说这场赛事很惊喜 不过我们的小天 就是顺利的进行到后段赛事 那包含这次的 其实参赛选手 国内的球迷都非常耳熟能详 包含在去年东京奥运 哇 这个道吃干涉拿下金牌的林洋沛 表现也不错 在台湾内战 哇也是表现得相当的好 现在呢也是闯进到后面赛事 球迷都很期待他们表现 当然林洋沛在第一场比赛 碰上李方志跟李方任 那这一队其实是他们去年 在参加冬奥之前的一个陪练员 他们去年能够拿下冬奥金牌 其实方任跟方志是 背后的无名英雄 那这场比赛 其实就跟小天一样 好像林洋在整个 整个进入到下半年的状况调整 不如预期 第一场比赛就会打 第二局 竟然被对手逼出两个赛末点 哇陪练对手竟然是要赢球了 结果还好 化解散末点之后 在决胜局是顺利拿下来 那第二场比赛 结果林洋沛 结果又是打了三局 就跟小天一样 哇这是每一关都要 好像打好打满了 真的是 不过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 这几天 因为前两天 去到和平馆 看就是不用钱的 那不过进入到周末以后 可能现场就要收门票了 不过门票 听说是蛮便宜的啦 我有机会的话 搭去和平馆来替我们台湾的地主选手 来加油打气 没错 可以看到我们这些选手 都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不妨进场帮球员加油打气 那么镜头来看到 在桌球赛事这边 哇 我们台湾的两位男单好手 包含像我们 哇 五届元老 庄志源 表现出色 包含我们的林云如也有出赛 我看到这次呢 而是庄志源呢 是闯进到了后面的赛事 但是林云如首轮 就败给了林高远 蛮特别是蛮可惜的一个比赛 其实最近在布达佩斯的比赛蛮多的 那我们台湾选手 包括了那个小庄 还有小林同学 都在布达佩斯的比赛 其实前一场的布达佩斯的要求 林云如才输给了中国的王楚清 那同样是左手持拍的球员 那林云如这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碰上林高远 好巧不巧 又是左手持拍 那林高远过去在世界排名最高 是第二名 那王楚清之前最后排名是12名 不过林云如可能这场比赛 不能讲他轻敌 一开始2比0 team排了以后 5局3胜的比赛 结果反而被林高远 连拿三局演出了一个大逆转 那不过没有关系 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 尤其是职业的一个巡回赛事 你每一场每一场比赛来做调整 那即便这个林云如是目前世界排名高居地略 我觉得在职业的一个赛季当中 20岁的他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多进步的一个空间 那谈到庄智渊 庄智渊41岁了 41岁现在世界排名你看17名 真的很强 他在这一次的布达佩斯的WTT冠军赛 第一场比赛面对的是18岁 前一场比赛面对是18岁的一个法国小将叫做LeBron 就跟那个NBA的LeBron很像 LeBron在前一场比赛是打败了奥恰洛夫 奥恰洛夫是谁 奥恰洛夫是在去年的 德国的那一位 对 在去年的东京奥运打败小林同学那一个 18岁的那个LeBron打败了奥恰洛夫之后 结果碰上了庄智渊 那场比赛他先听牌 结果庄智渊也是演出了逆转胜 没错 那庄智渊最近的一场比赛 那面对的是梁静坤 目前世界排名第三的这位来自中国河北的选手 结果在小庄这边同样是演出一场五局大战 漂亮逆转胜 我觉得真的很佩服就是已经41岁年纪了 但是整个心里的一个抗压能力 当然经验没话讲 可是跟这些二十几岁 尤其18岁年轻的选手来同场对决 小庄还能不落下风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 没错 庄智渊总是可以带我们很多惊奇 从学生时代雅顶奥运看到现在 真的 说不定下一届亚运奥运都还可以看到庄智渊 没错 我们的镜头主要来看到这是我们的国际赛事篮球 就是我们上周也有讨论到的中华队 这堪称是真的那一天比完了之后 脸书台篮版一片哀嚎 都觉得说中华队怎么会打了这么棒的球 但是最后那55秒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只能说最后那55秒里面对中华队来说发生了一连串的一个状况 太多了 这一连串的状况 其实你处理好其中的任何一个 你这场比赛都有机会赢下来 一直到最后的三秒钟 那对手的 Ibrahim的那一个过了中场的logo下的绝杀球之前 很多人相信应该都是中华队会赢的吧 就连书哥 没错 言言书都已经在他脸书已经先写好了 哇这个 真胜利我 赢球好香 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一看 哇输掉了 真的就像小兰讲的 最后那1分钟55秒的一个表现 从赢9分到倒数1分 很难想象 不过我觉得就是一连串的一个状况 一连串的阴错阳差 我们讲蝴蝶效应好了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没错 那我觉得可以特别提出来讲 但有一些占领时间那些都可以讨论 但这次大家都在讨论的是 我们之前讲外线就算了 但是连罚球 包含像凯燕 或者像阿提诺 罚球真的是 除了CBA那三位旅外的球员之外 那个罚球 球员说是产不忍睹 就连PM的指引长陈英雄都说了 未来我们联赛会再加强提升这样的强度 所以这个罚球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我觉得罚球是自我要求 为什么CBA的罚就特别准 那我们台湾职业联盟出去 罚就不准 相对的台湾的Plus League 或者T1这些职业联盟来说 中国的CBA 中国的指南联盟 绝对是竞争的强度比较大 你看包括了陈云俊 包括林廷谦 包括刘真 他们在这一次CBA三峡 就是我们亚洲杯的一个主将 那一场对于约旦的比赛 也看到陈云俊站上罚球线 11罚是全中 要不是最后流血 结果是让这个李凯燕来代罚 那其实如果他上罚球线的话 两罚罚进的话 那也都很难讲 那李凯燕那个罚球比较让人争议 就是他第一罚没有罚进 第二罚罚进 第二罚罚进了 可是很多人说你第二罚不应该罚进 因为只剩三秒了 你如果故意不罚进 让那个球在篮筐上面弹出来 活球状态 对方抢到篮板 三秒钟可能也来不及出手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讲到的 一连串阴错阳差的一个状况 该罚进的时候不罚进 不该罚进的时候你罚进了 中华队最后输球 其实说实在的 那场比赛中华队是打了一场好球了 你没有办法再苛责 可是最后输在运气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场血淋淋的教训 也是对我们中华队来说以后国际赛 真的就像刚才小兰讲的 帕拉斯利的执行长 这个黑人陈彦周讲 那我们以后职业联盟 真的会好好的来要求 因为毕竟你是靠篮球这个职业来赚钱的 你如果不自我要求 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职业球员 没错 当然通过国际赛事 来回到这个直篮赛事 提升球员的数值 那当然每一年在这个季外的时候 现在呢都会讨论一些就是选秀 选秀我们上次讨论过很多 那T1 エスピロ都选完了 在7月28号马上就要登场了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的那个帕拉斯利 马上就要来选秀了 哇 他们在之前办了一个测试会 这测试会真的很妙 为什么 你说新秀参加就算了 哇 连杨静米这种现役的老球员参加也就算了 我们这个台湾前飞人 小 陈信安不能叫小 陈信安啊 都上场 哇 全场没什么切入 都投三分 真的是 你不要说我直接用看的 我直接下来跟你我测试新秀 不然像可能当选庄园的 陈曼博焱或张正牙 都面临到陈信安的一个测试跟考验 当然这个测试在刚才小岚讲的 看到了杨静米看到了陈信安 哇这两个人加起来80岁了 对80岁了 陈信安42岁了 不过他这场比赛 他也得了5分哦 杨静米得了9分 然后比赛结束之后 静米有讲到这个信安好像 退化了 没有什么用力在打 那陈信安也讲到就是说 真的是在场上跟这些年轻人来拼 会想要来 全力的来跟他那个 来防守来的 可是有时候就是有点跟不上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话题性 那既然直男联盟的 这样的一个信任测试会 找到了这个球队领队的 GN的陈信安 找来了这个年度MVP的杨静米 我觉得这是营造一种话题性 这是蛮好的 还记得就是在上一届的时候 甚至有传出给消息说 信安甚至有想把自己登陆在 领航员跟蒲原的这个球队名单 有这么缺人吗 看起来信安的身材真的是保持的不错 有时候不仿真的缺人的话 要不要下来再额外再打一下 而且现在就是讲到就是说 大家都很关注的是除了选秀之外 过去带起林来峰的豪哥林书豪 因为现阶段他是没有在CBA 北京首钢位洋将的一个确定的名单 所以有人就说了 依照现在豪哥1988年 大概33岁的年纪 回到NBA是比较他自己也说比较难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会不会来台湾 跟弟弟一起打 甚至有可能去到其他队伍 目前传出来了 当然富邦勇士 新美国王甚至高雄钢铁人工程师 都想要抢林书豪 都没有听到T1的球队想要抢 林书豪是8月出生的 所以下个月他就要34岁了 那当然他在2019年那个时候 跟着NBA的多伦多暴龙队 一起拿下了冠军之后 他那年是跟北京首钢 那签下了合约 那原本是正宗主力球员 但是也可以看到 林书豪在今年的 首钢的这样的一个战绩 出赛23场比赛 场均13.4分 4.7助攻3.6篮板 其实还好 可是以洋将的名额来看的话 不太OK 他在今年蛮多的一个关键时刻 这个总教练其实已经没有在用书豪了 所以就像是我们看整个职棒 讲说球季结束之后战例外 那书豪现在可能现在也是被北京首钢 列为战例外的这样的一个名单 那会不会跟弟弟林书伟一起打球 书伟在2015年 其实就已经是来到台湾参加富邦勇士队 那书伟今年在富邦勇士队的一个成绩 也还不错 那有11.8分 2.9篮板 3.9助攻 那三分球的命中率稍微低了 1.0书伟只有三成 不过他两分球的命中率是超过了5成 那最近的一个谣传就是说 新北国王 毛佳恩 GN 总经理想要把这个林书伟交易过去 然后以他为筹码 吸引林书豪的一个加盟 当然我觉得林书豪回到 如果能够回到台湾 不管是加盟 哪一个职业篮球联盟 目前看起来是 普拉斯利也蛮有机会的 那 不管是加盟哪一个职业篮球联盟 我觉得都可以替台湾的职来 带起一波热潮 没错 大家就是说现在就是说 当然我们先姑且不论 林书豪可以带给联盟有多大的震撼 但现在最重要就是说 它是周边的效益 包含帮助这 不管是P联盟还是T1 都可以帮助这刚开始的这个职业 有一波很棒很棒的票房吸引 那当然 我们再来谈到就是说 这一次在大联盟的这一边 明星带刚打完 我们待会会来谈明星赛 现在现在很要体谈 奥斯卡年度最佳运动员 原本想说 哎呦 是不是拿下总冠军的Curray了 没有 那个男人又来了 那个男人就是我们的大股赏品啊 表现太出色 我们刚才讲话 投球非常的出色 打击也很好 击败了Curray跟众家好手 拿下了这次的 体谈奥斯卡年度最佳运动员 我们讲体谈奥斯卡就是ESPY了 那这个奖项其实已经蛮久没有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球员拿到年度最佳运动员了 过去我们常常看到有F1的车手 有美式足球的四分位 那上一次有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球员拿下这个年度最佳运动员ESPY 那体谈最佳奥斯卡已经是1999年 那个时候是马克马贵尔 马贵尔 那时候很久 这个是打球跟打那一年吗 对马克马贵尔 已经差了23年之久了 那今年大股小民竟然能够打败Curray 要知道Curray可是NBA的总冠军战的MVP 没错 那大股小民从去年到今年他到底拿了多少奖 看十个手之后伸出来都数不完了吧 所以他拿到这个奖其实很多人不意外 可是他能够在这两年打败这么多的一个强敌 得到这么多的一个肯定 二刀流的确我觉得是最大最大的卖点 没错 其实大股真的是每周都会引起话题 光看到最近的表现就已经列出来了 年度最佳NBA击败重家好手 现在列出来全部都是洋洋沙沙一票明星 年度最佳乃运动员刚刚说了 包含Curray 还有像是我们的绿万包状况四分位 还有游人的中锋全部都被他给干掉 包含刚才亚历克所说的 这是自从19981999年之后 又有大力盟的全员获奖 对大股而且还是亚裔 我们不是因为过去我们来讲 美国就是所谓的不是黑就是白 但是现在是我们黄总的亚裔 也可以拿下这样的疏隆 真的是不简单 所以我说这个二刀流是大股降民 最大最大的一个卖点 好那当然就是大股表现上昂出色 要夹明星赛了 明星赛的大股表现相当好 他是以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他的数据 他是以先发第一棒 指定打击的身份登场 而且赛前 专业中没有参加拳勒打大赛 不过赛前砰砰砰砰 一直敲出这个拳勒打墙 他也是明星赛敲了安打之后 是松醒秀喜 林牧一郎明星赛再次有日本打者敲砰砰 而且距离像是松醒秀喜 跟林牧一郎已经有13年的一个追究了 那入选全明星赛绝对是大股降品 看不到他反而觉得很奇怪 而且这一次我觉得他也慢慢的这个 如学会了如何去当一个明星 包括在赛前计数访问的时候说 我要打第一球 然后上垒之后马上来尝试到垒 虽然他最后被可晓给牵制在一脸之间 牵制出去 不过我觉得明星赛 就是除了很多学员没有入选 是一个休息的机会之外 那如何的秀自己 如何的promote自己 我觉得这是明星赛的一个很好的看点 而且其实大股虽然在秀的时候 但是还是有顾虑到例行赛 就我们看到我们上面有讲的 因为他接下来要对勇士登板先发 所以他也婉拒了教练说 这次就不要拍我头了 对不对 二刀流我们留在例行赛来做登场 所以我们现在也通过我们的新闻画面来看看 大股翔平在明星赛的精彩表现 睽違四十二年到几球场再度举办美国之霸明星赛 二刀流好手大股翔平在前提出预告 第一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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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是吗 什么 他没有打到一刀 他在0-8 我们开始了 第一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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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翔平真的说到做到 打出今年明星赛的第一次安打 满脸笑容 成为第三位在明星赛中打出安打的任机拳手 不过国联先发投手 Kershaw也不好惹 这算是一次李尚王来的投打孤房吗 或许就是明星赛最吸引球迷的地方 即使比赛也是一场卡斯坚强的明星秀 不过众家球星也知道 当需要拿出真本事的时候 绝对不能放水 Mookie被此二游之间穿越安打 率先为国联打回第一分 不过美联随后也有超水准的防守演出 Hermenez和Anderson一次4-6-3的双杀手 被超高水准的防守功力 Hermenez左手延展到极限 接到球之后换右手 从背后抛给Anderson 一个垫步先踩2-0来包 再送往一蕾 虽然船高了 但是一蕾手发 Guerrero Jr.临机应变完成双杀 只不过国联的下一棒 Go Shumin马上展现他的长打实力 一棒拉到左外约出去 轰出本场明星赛的第一支拳打 以英雄式的跑壘 为国联取得2-0的领先 然而每年的打者同样重炮云机 4年之后再度入选明星赛的 Yang Carlos Stanton怪力一棒 终于打出他在明星赛的第一支安打 而且就是追平比数的两分炮 一扫之前6-0的尴尬记录 紧接着巴克斯顿再补上一支 羊春全力打的逆转战局 美联明星队借由back to bet 两轰以3-2打败国联明星队 拿下对战的9年胜 而且Stanton追平比数的两分炮 也为他赢得明星赛的MVP荣誉 TVP新闻综合报道 可以看到大谷精彩的表现 当然全力打大赛 这次还没有参加 但一样心度满满 最重要的是来看到 有传奇球星Albert Pujols 还有看到我们的未免冠军 Alonso 但是这一次拿下的 则是我们的Soto 只是史上第二年纪的得主 这一次全力打大赛对战组合 原本大家以为 42岁的Pujols是来赔榜的 其实我预测这8个人 我一开始预测Shraber 是有机会来跟Pete Alonso 来争夺冠冠军 结果没有想到Pete Alonso 跟Shraber都没有能够 一个没有能够跨过第一轮 一个没有够跨过第二轮 我觉得这种现实的 这种全力打的大赛 而且又要靠你打出的 全力打的距离 来决定你有没有 BONUS一个加时的一个时间 这真的蛮刺激的 而且可以看到 Soto在最后 哇是19支的全力打 超越Rarigas的18轰 真的也是打得很精彩 尤其偷偷加起来 其实抽了蛮多支全力打的 对 而且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Albert Pujols 打得相当的精彩 也是他可能是生涯明星 在最终战狼 那我们待会透过新闻画面 来看看这名传奇老将的精彩表现 明星赛前传出拒绝公民队 提出15年4.4亿美元续约提案的 王Soto专注在全力打大赛的夜场角逐 来一个帅气的甩棒 王Soto很有自信的进入到第二轮的赛事 而他的对手将会是超级大前辈 Albert Pujols和Kyle Schwab 对写成为史上最高龄的参赛者 在加时赛最佳7只全力打 立刻第一种子的 kingdom 在紧张的氛围中点缀片刻温馨 毕竟BOLS今年球季结束后就要退役 为22年的大联盟生涯画下句点 不过江山带有才人出 选手队的21岁新秀大物 Hulio Rodriguez秀是其中之一 他在前两轮抢进风头 更在第二轮面对友谊三连霸的上届冠军得主 Pete Alonso 面对来势汹汹的狐狸肉Rodriguez 网Soto也打败Polhos进入到冠军赛 让这场缺带打大赛成为另类的多名邻家内战 先攻的Rodriguez挥出18轰 就看Soto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然后Wang Soto是你的2022运动赛 精进一支的差距 Wang Soto已23岁又266天 成为史上第二年轻的拳带打大赛冠军 报回象征荣誉的奖杯 和百万美元的冠军奖金 TVB新闻综合报道 明星赛拳带打大赛真的是欣慰十足 刚才亚里哥又有说到 其实大谷祥平跟这些明星球员 在这个明星赛当中都会参加很多花絮 我们可以看到包含像 Mike Charles跟大谷在这个当中 其实两个天使队球星 包括跟Albert Poulos的一个合作 或者合照 其实都蛮有意义的 而且现在这两个 因为大概一个是美国队 一个是日本国家代表队 大家就说了 因为马上就要打来年的棒球经典赛 都很希望说这两个天使双星 能够各自代表他们的国家 来参加这个棒球赛事 当然上一次的WBC世界棒球经典赛 已经是2017年的事了 我还记得那一年的第四届的WBC 美国队最后是拿下了冠军 最有价值的球员是被投手 Marcus Stroman拿到 那原本应该是在去年 2021年要来办第五届 但是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 那现在延到了明年 2023年的3月份 也就在美国大联盟 在春训的那段时间 要来打第五届的世界棒球经典赛 那明年的世界棒球经典赛要分四个地方 那在日本东京打 在台中 台湾的台中中级棒球场打 美国的凤凰城跟迈阿密 这四个地方打 而且我们过去的世界棒球经典赛 是16队参加 那明年3月份是20队参加 那台湾这一次中华队是分在A组 那A组其实强低很多 A组包括了我们跟古巴 荷兰 意大利分在一起 然后还有一个资格赛 总共五队 在A组预赛 在台中中级棒球场 还好没有主场优势 不过这五队要抢前两名 来进入到八强 那其实说实在来 这难度蛮高的 那B组在日本东京打的比赛 看到日本南韩 中国澳洲 再加一个资格赛 也是五取二 明年的WBC 就是这20队分成四组 每一组都是五取二 那其实我觉得竞争的强度 说实在还蛮高的 没错 中华队一队都不能够轻哭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本来中华队要打资格赛的 但亚里哥刚才有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因为这个对数变多 所以中华队这次可以列在A组 那当然就是说现阶段 B组赛事当然是日韩两强 中华队荷兰 古巴 意大利 人家会觉得意大利好抓 但是球是圆的 过去中华队也曾经有 在帮手输给意大利过 所以还是要步步为营 而且可以看到现在韩国队 因为韩国队我们可以讲 他们队很多棒球赛事 或是直来赛事都非常有企图心 他们这一次也想要征召很多 他们现在在韩裔的大联盟选手 其实很多现在都是打得不错的一些选手 所以未来会不会组成一个 明星赛事的一个国家韩国队 可能也是韩国一个企图跟野心 我们讲到篮球 这个规划是一个趋势 结果没有想到现在 棒球也要谈规划 因为前几年的世界棒球经典赛 我们有看到以色列 以色列代表的基本上就是美国人 就是美国的小联盟球队组成的 当然美国有非常多的球员 有这种犹太的一个血统 所以他能够代表以色列 在整个主办单位认定 相对规定宽松的情况之下 代表以色列输赛其实不足为奇 那今年我们也看到 稻奇队的Jack Peterson 目前这位巨人队的外野手 也要来今年来替以色列来打WBC 那更好玩的 我刚才在跟小兰聊的 这个Bus Bochy 在过去曾经带领旧金山巨人队 拿下世界大赛冠军的这位教头 今年要来当法国队的总教练 不过我觉得在南韩 其实以南韩 日本 美国 台湾 都有职棒球队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去征召这些带有韩国血统 或带有台湾血统 或者带有日本血统的人来参加 真的能补下你的战力吗 其实在这一点 我是只保留态度 没错 尤其棒球跟篮球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赛事 所以大家还是给观望一下 当然以色列 中华队上一次被他们打败 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加油 这次没有同组了 没有同组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先闯过复赛 好不好 我们就继续让中华队加油 期待下明年的赛事 球场上是也要多做一些改变 最近就有一个消息 大家也都关注到 其实媒体报道上都有写到 魏群龙 他们在新竹花了很多钱 弄了一个新的球场 不过这个球场 不知道雅里哥 您怎么看这个球场的部分 新竹球场在7月22号 这个是原址重建 因为原本的新竹棒球场 在1976年就已经盖好了 那其实过去也一直是中华 职棒的一个比赛场地 不过2016年的9月 在打完最后一场终止的比赛之后 那个时候就要说改建 那原本一直有一些说法 就是说是不是会选择其他 因为新竹地很大 会不会选择其他地方来盖一个新的好的一个棒球场 不过这水蛮深的 这个还是不要讲太多 最后花了政府这个12亿的前瞻预算 原址重建 原址重建 那今天7月22号终于要开箱了 那对战戏码是魏群龙 那魏群龙队特别是这一次的改建球场 把牛棚射在外野 这全台湾所有棒球场 第一个牛棚射在外野 这样球迷可以从外面看到他们在 而且你想到就可以看到 我们过去看杨基队的时候 Rivera是从外野跑进来 对 所以以后去新竹地上看球 就是外野牛棚 你可以看到救援投手是从外野跑进球场 我觉得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卖点 那后援投手要小心 不要乱砸人 球迷不爽的时候会丢宝特瓶进去的 那这个球场 我们觉得就是可以观望一下 就是看一下未来球迷实际进场 你们感受怎么样 因为这个特别的画面是我们的记者 杜蒂克这边拍 看起来还OK 但是实际上球员球迷体验过后 什么样的感受 我相信大家会 这个因为内野之前就是有被 这个一些棒球专业人士就讲到说 哇这个内野看到水沟盖还有水泥地 实在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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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好 不过还好现在在今天 蔡总统要直接去开球的时候 那直接已经铺上人工草皮了 不过原本在地下停车场 这300个汽车停车位 在有棒球比赛的时候 汽车不可以开进去 不能开 所以要去新竹棒球场 看球的观众朋友 绝对记得不要开车 因为他虽然有地下的汽车停车场 他是不准汽车去停的 在比赛期间只开放机车停车 所以这个也是 未来的整个动线怎么样 这个球场全新的花了12亿 基本上这是非常非常多钱的 这一大笔钱 盖了这个球场 我们希望他能够发挥他的用处 没错 那当然我们可以继续在 持续的关注到这个球场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就是说 现在我们可以就是来聊一下 我们很多旅外球员 刚才有提到WBC 未来可能会征召很多球员 一军有缴出九轰这样的一个成绩 打击率大概两成五左右 其实也是堪用 今年火腿队是给王伯荣 一年七千万日币这样的合约 但是从整个春训开始 就可以看到伯荣的整个调整状况 明显的不如预期 从春训开始 我不知道是不是换了总教练 这个新装刚制Big Boss的关系 整个伯荣我觉得在最后的一年 是不是越想要在场上打出成绩 给自己的心理压力太大了 感觉上在今年整个三月份 球技刚开始打了两个礼拜 然后被吓二军 可是王伯荣在二军打得很好 打得不错 都超过三成打击率 但是回到一军就始终打不出安打 我觉得对于王伯荣来说 可能他当初带着非常高的一个期望 毕竟他的中华职棒 连续两年的超过四成打击率的 那去到日本打不出来 不仅球迷着急 他自己我相信应该是更着急 那现在应该就是把整个压力 放开一切 好好的打 不要去管成绩了 反正就是最后一年了 没错 所以对大王来讲 就是希望持续的加油 那当然可能参加国际赛事 未来证明自己 再找更多或是延续的舞台 也是他可以期待一个方向 今天也谢谢雅里哥参与我们这次的讨论 谢谢雅里哥 谢谢小兰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